詞曲 李宗盛 然後讓大家知道我們聚在這裡是為了要紀念張大哥 然後希望他的死因可以盡早釐清 我們想要知道這件事情他到底是怎麼樣失去神秘 我的空間的所在 我的空間的唱 我的人來替你一世的過關 哪有唱啊 那你出來的樂意的行業 你的家 去你行 你來搞一個不空間的所在 我快唱 有人來聽你一世的過關 哪有唱啊 跟你出來的人的影響 那就欺負你了 我的媽媽要看 這隻不是你願望的貌雄 馬賽看人是不搭 那個膽大 愛笑笑你呀等我來看 謝謝 政府在面對民生面對我們 面對我們的時候其實是非常不關心 非常不在意我們的權益 甚至是朝鮮人民 張大哥他昨天凌晨失蹤 然後到下午找到屍體 目前還不確定是他殺還是自殺 但是我認為這件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去面對 一起去關心 要政府給我們一個答案 因為剛好今天9月19號 然後我就定在晚上7點19點的時候 想要邀請大家靜坐 然後就是無聲的抗議 表達我們對這件事情的關心 然後因為我在我的專業上面有寫 其實某一程度它其實有點像藝術治療 就是我們其實可能在網路透過一些方式去抒發 但是我們還是渴望做一些事情 所以其實我今天正在意也不是 到底會有多少人參與 但是我其實比較傾向的是 還是有一群像我們這樣的人在關心這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在同一個場域 然後我有發本 就是有一個本字和一堆紙 就可以讓大家去留言 寫一些話給張藥房 給秀春姐還有張家 表達我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跟關心 對然後同時也是希望台灣有其他的地方可以知道 我們是在面對這件事情 我們不願意讓他只是一個媒體的焦點 然後過了這段時間之後他就被遺忘了 對因為一旦他被遺忘了 我覺得才是悲劇的開始 我覺得那才是我們真的在漠視這個東西 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共犯警告裡面 那不去講哪一天我們會被政府這樣對待 但是身為一個人我們不應該這樣子去漠視 但是今天會集的資料還有大家留的緣我會拿下去 就我真的我會跑一趟去治理 我們也知道就是我敦義其實也承諾過 對那這也有點像華光社區 當初馬英九也說過要安置 那最後最後下場還是強拆 對所以原則上我認為他就是暴政 對我認為就我看待這件事情 然後他去壓迫去剝削我們人民 然後導致生命不管是自殺或是他殺 我覺得一個生命的逝去是需要我們去正視的 我們需要去表達我們的關心 然後需要大家就是去討論這件事情 嚴格來說我在當年都主義之前 我覺得我們要好好關心過台灣 我是活在一個我覺得好像台灣是一個 沒有什麼樣其他的迫害 好像我們是在一個相對民主的時代 可是後來我發現那些事情 我覺得我們的經濟奇蹟某一程度 其實犧牲掉部分人的生命和生活 像RCA就是現在還在國際輸送 對那時候我才覺得我的公民參與度太低 我覺得我的公民意識很不夠 所以我就開始就是參加一些社會 老弟孔 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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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文